回到新聞現場來關心探索夢號的船員終於出關了 這一艘探索夢號是在6月30號抵達基隆港 船員下船經過三次裁檢 14天居家檢疫之後 今天陸續從防疫旅館出關 要回到船上進行7天自主健康管理 而最快探索夢號將於26號出航 成為後疫情時代全球第一艘副航的郵輪 第三輛遊覽車進入管制站 警察只會交通一台一台遊覽車開進港口 車上載的就是他們 開心會揮手因為終於要回到船上了 有秩序的排好隊準備上船 原來探索夢號6月30號抵達基隆港後 538位船員就先進行第一次裁檢 之後下船到防疫旅館隔離14天 接著分別進行了三次裁檢 最後檢驗結果都是陰性 船員們才能夠順利出關 但回到船上還得進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三次的採樣都成陰性的船員 那會分為兩批在今天跟明天分北回船 那今天一報的人數是434人要回船 順利回到船上探索夢號最快7月26號就能出航 也成為後疫情時代全球的